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我们的老干爹 你可以输入折扣码ChokerCHGRR 享有优惠折抵150元 还有多见任意配折扣的优惠 哇 吃饱睡好多喝水 睡眠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睡得好才能吃半功倍 你的训练效果也需要睡眠来收割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上个周末 不小心闪到了腰 又闪到了一个腰 我真的是闪到腰达人 不过因为我从2月份开始 真的是积极的训练 积极的睡眠 积极的恢复 我现在身体体感 我的身体素质 真的好很多了 就是我周末不小心闪到 今天是礼拜三 过两天之后 急性期就过了 没有那么痛了 而且我今天跟明天开始 就是这个礼拜 我就会开始恢复动态训练 就是这个时候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看那个 我们之前有讲的麦吉尔腰背 修复首射 就是多米吉尔 这本书真的这个时候拿出来用最好用 而且也真的是因为我好好的训练 比如说我已经提高到一周两练 一周三练 然后慢慢的我要朝一周四练 甚至是一周五练 加上周末的脚踏车骑程 远离静态生活之外 积极的把训练 放弃我的生活里面 也就是这一阵子的这个积极训练 所以我认为那个睡眠品质跟恢复 真的很重要 像不管是受伤或者是没有受伤 我这几天有好好的休息 当然完全全的大休息 我恢复的就非常的好 那在之前 记不记得我之前有分享一个 新军舱的一个创业的故事 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四周年 四年前就想象一开始 真的是每日每夜几乎都住在办公室了 也没有训练 每天都有点熬夜啊 能够少睡 然后多一点时间剪接 或者是多一点时间出这些事情 一个人当十个人用 那当然一开始一定会经历过一个很辛苦的一个曲线 那到现在比如说我已经41岁了 就会有所取舍自己的天秤 就会衡量一下 就是你应该把要去改变你的生活作息 要去改变你的teamwork 然后你要有坚强的团队 所以我们最近让同事开始去上激励训练的团体课程 算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员工福利啦 就是一个礼拜一次的这种激励训练的团课 然后因为我们是SBD嘛 我们当然也要学习SBD team building很重要 就是你可以把工作可以好好的分配到你的team member 你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你的同事 然后你好好的整理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壮 你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走得更久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要走得远 你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团队 那你个人的强壮一定要透过训练 还有睡眠恢复来收割你的成果 特别感谢郝俊佳的睡衣益生菌 那它的六大助眠配方 它的六大助眠菌 GABA还有色胺酸 GABA是天然存在人体的氨基酸 帮助你放松入睡 那色胺酸也是你的必须氨基酸 它掌管睡眠超级重要 每天补充这个益生菌 那当菌株成功定值 你不断产出GABA色胺酸 像是一个睡衣马达 好让你持续好眠 我们讲了一个高级的快乐 科人红医师 还有很多心理师都非常推荐 这个好君家睡衣益生菌赞助播出 我把所有的资讯放在底下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那也特别再次感谢 老干爹好干爹好君家 睡衣益生菌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干爹 我们会继续制作更多好听 更棒的节目给大家哦 OK本期节目是我们的 SBD乌合秋系列 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国舰署 拿宝特瓶 菊水救台湾 就像那个什么 台湾巡奇那个欧龙啊 他很常讲 你是在说三小 三小 对就是国舰署 不是啊 你拿我们纳税一路人钱 做这样子的科普 这样子的卫教 这个也太棒了吧 是不是 我们今天特别找乌医师还有何博士 我们讨论一下 你怎么样可以抗衰老 怎么样可以抗老化 你想象中的运动 真的只要拿个宝特瓶水壶 举一下就可以了吗 你拿 你是拿什么佐证 来透过甩水壶来取代长距离来力训练 来取代健身房训练 来取代仓宝跟游泳 这个背后的小编 或者是背后的讨论 我们都在这一集好好的讲 那当然也欢迎国舰署小编 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 我们对你呼喊 那也许我们SBT台湾可以帮助到什么 我们也都愿意来帮忙做这些正确的卫教 因为毕竟20252034年 我们超高龄化就get了 到2034一半以上的人都50岁以上 就一半以上 所以大家都会成 大家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中老年人的分母跟分子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训练带入我们的生活 这一集的节目除了讲 国建署除了讲 高雄的运发局 也聊到一些健身健美 或者是网红的一个过渡训练 或者是暴斃或者是什么的 那是不是运动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或者是公共卫生的议题 还有我们在讲 是不是激少症 只要吃蛋白粉就不会激少症 这个 好真的我必须说 本期节目非常精彩 哪次不精彩 是由好君家 睡衣益生君 赞助播出 你可以输入这口码 choker 又会折抵150元 多件任意配 而且你首购第一代 还可以五感退费 睡衣益生君 在睡前一到两个小时 使用一包 持续使用 效果真的很棒 真的五感退费 真的超棒的 记得这口码是choker chgr ok 让我们一起给大家听下去 check this out 欢迎回到 sugar podcast yes 今天我们在怪兽名权基地 在我身边的是 无核球系列的乌医师 嗨 开始很唐突 开始了 好吧 还有联合老师 何博士 大家好 乌医师特别我们今天约起来 而且我们刚刚 今天是3月29号 对 我们刚刚12点 开放了大力士比赛的报名 谢谢大家 90秒之内男子主玩报 而且还好乌医师 就是你有朋友帮你报名 你的量级女生也满报了 哇 还有些还是还没满报 只剩下女生的高量级82加 对 然后如果那边没有人报名的话 我会把这名额再挪给男生 对 所以这一个礼拜我会再清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有设一些低标 比如说女生要1.2倍 或者是1.5倍的传统硬局 就直腿的硬局 这个是低标 男生的话就是2倍 然后其实很多人好像都能达标 有吗 我觉得那个标准有点 如果体重轻蛮容易的 对啊 尤其年轻人在练 体重重有点难 几个月就会到这个标准 而且现在还有4个月 确实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报名的时候 可能没有注意那些低标 虽然我们有讲 但是他一定是手术秒报 对 然后就手术付款 然后先卡一个名额 然后后面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上场之后 你开一把都拉不起来 因为我们不是让你喊重量的 我们是设定好一个重量 比如说我们的车轴刚硬局 它可能是女生 比如说第一个台子是80公斤 然后第二个台子是100公斤假设 然后就看你拉几下 我们其实其实到了 Tumas Strong跟陈吉山去试重 对 然后Hardcore的大力士觉得太轻 太轻 PowerLifter觉得太轻 然后另外一边 甜品的另外一边是全民参与 大家就觉得好重 这样我们去比的话 就好像会离就是天宝板很远这样 但其实我是觉得确实有两项比赛 是刚好前一周后一周 就下一周是那个馆长 他在新装体育馆 你也会不好 新装体育馆的接地参向 他就是好像名额比较多 他是有低标 他低标比较松 更松 但还给自己喊重量 那我们因为我们男生 五个量级女生 加起来total十个量级 也比建立的男疤女疤还要少 所以理论上我们其实是比较少 然后以后在未来 可能我们量级会越来越少 对对对 希望能够推广成 比较少一点点的量级 但是多一点点的分组 比如说我们推广 长青组青年组或者是逍遥组或者是精英组 逍遥组听起来很张 逍遥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边喝酒一边拉 对对对对 蛮不错 就像红酒路好一样 跟那个那个 Deadlift and Whiskey 那个活动一样 有这个对不对 有有有 拉起来喝一下一个下的这样 对对对对没错 哇好还开心喔 对啊 觉得我们应该办一下 欢迎酒伤干爹 可以喔可以喔 不过就是我们想说 未来的方向 可能会慢慢的跟国际接轨 那国际其实正式的 跟大家报告 正式的大力士比赛 他会比五个项目 然后他会比两天 OK which means 大家都要待两天 但是我们现在的赛制是 大家来一天就好 比完你的量级就下课了 可以逛逛街跟看比赛 对 那一般的比赛是 这个项目比如说搬大石头 所有的人都搬完石头 才会到下一个 就是下一个项目这样子 所以他这样变成 大家都要待两天 其实周车劳顿 或者是等待的时间 又冷掉热掉 所以我们还是以建立的形式 就是说量级在一个时间内 两个半小时之内 比完赛之后换一个量级 对对 那未来可能 要么跑道变多 要么价值变多 对 这一次我们已经升级到了 台大体育馆 而且四个跑道 每一台会有两架硬举的设备 一堆钢片 那以后就是继续细胞分裂了 那我们就看我们未来能够走到那边 所以今天中午都满爆了 接下来我们会再把名额释放出来 大家要持续锁定 不过剪出来这一集的当下 我相信已经弄没了 对啊对啊 因为这个应该是两个礼拜之后 我才有空去剪 因为剪出来当下比赛都结束了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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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有 太厉害了 好的刚刚聊到就是大历史比赛啦 上个礼拜我们有去台中游泳杯 做建立比赛的直播 有装备的也是非常热心 那接下来也会有 中华民国建立协会办的精英杯 也是暑假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那是一个无装备的 我非常建议大家去报那个比赛 如果有机会如果有空 我一定会去现在帮大家直播 因为这次两台 我已经成功的细胞分裂了 感觉精英杯现在会爆炸 精英杯可以的话 我再帮大家喊成 因为这次有装备的 比如说我们有认识的朋友 Jason也有去比赛 那还有很多 但是他有装备 毕竟还是有装备啦 要穿装备衣 所以相对的人数上面比较少 那很多国手也会出现在那边去做 比如说破全国纪录的试局 但是在你可以看到女生五格量级 女生有八格量级嘛 有五格量级根本合并在一起 有一些量级只有一个人比 只有两个人比 所以无装备还是比较多 所以接下来暑假欢迎大家去报 不管是馆长的 不管是民间的 只要是无装备都欢迎大家 那我们自己要举办的大历史比赛 也会一年一年办下去啦 然后明年一定会更有趣更精彩 那今天我们的乌合球系列 起因就是上个礼拜国剑书 我怕红一转 马上开玩笑 这个转得很硬 那天真有趣 我们几乎不约而同的说 我们要不要录一集啊 而且你知道那个 这个怎么讲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蛮 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前 大家觉得还好 但是直到今日2022年 运动科学跟大家发展 知识那么普及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居然看到国剑书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录音的由来是为什么好了 国剑书在上个礼拜发了一个 你以为的运动是那样 但其实你只要这样 你以为运动很难吗 在家可以轻松做 他就请大家拿了那个宝特瓶 拿了水 冻冻甩甩就可以 不用到健身房去流汗 不用在外面跑步 不用去游泳 之类要命 只要准备矿泉水 本期节目任何矿泉水 都没有赞助播出 我跟你讲 矿泉水哪是五号 我先跟大家讲我的理解 就是为什么国剑书 会大家用劳动 而且这个很 这个真的是国民健康署 对 国民健康署 他说是不是很简单呢 大家一起赶快懂字懂字 左手拿 双手拿一顶水 手向前前后摆动 双手摆动 就可以咯 就是个活动 他拿水起来甩一甩 然后呢那个 全身动一动这样子 他还写说一千五百 一公斤半的话 小编就要拜你为师 差点 国民健康署这个 我这个粉丝也 我很不好意思按赞 因为这个赞不下去 不然你要按赞 才能一直看到这一类 对 才能一直生气 有道理 那我先按赞一下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理 就是 好 我们先说 就是他说 只要你拿水 就在家里面动一动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很久之前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跟何老师 跟吴医师有聊到的 运动 劳动 训练 活动 对 这就是劳动 这就是活动 这甚至连劳动都不到 劳动可能还不算 这样子 其实 我说这个问题大到我们有点 不知道从哪里讨论起了 我们先回退好了 这个甚至连 奏康奎 搬水泥 都还不到的劳动 对啊 都不到 所以这个只是基本活动了 对 他主要的问题在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 去帮他defense 帮他还家 因为我们在那边 展现负能量的时候 当然在个人脸书 那就会有人来还家说 这个都是给没有运动的人看 这样子 我先 老师我先帮大家还家一下 我先帮国建署讲个公道话好了 对对对 就是公道博先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会说 就是 他以为也是好心情 大家要动起来 对 所以让人家先动起来之后 喜欢上运动活动的感觉 再慢慢的去训练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好意 曲解成恶意啊 对对对 就像那个什么 之前只要甩甩手 只要扒下就可以瘦 就可以变腹肌 他们只是希望让这些女生 可以开始喜欢运动 他们这个心意是好的啊 你为什么要曲解人家 only if it works 对 这个东西当然 人的善意喔 对 人的好意喔 我们当然在这一块 我相信啦 没有一个人是坏人啊 对对 小编也不是坏人啊 他辛苦做土 辛苦去抠了一个水 那个宝特瓶的水 对 然后弄了一个四合一的一张图贴出来 对 这整件事情一定不是没有任何恶意啦 通往地狱之路 都是啥 你是说他只是 他只是放一个告示牌往这边走 是不是这样 他那边是悬崖这样子 他只是说 对对 我只是弄 老板叫我弄一张告示牌啊 我也不知道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先做了 对 他的内部运作机制 我们真的不晓得啦 说不定他们可以出来说明一下 那不过 就国建树是不是 国民健康树 我想我 我想既然我们说 我刚刚讲说 实在是找不到从哪里开始讲 不如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 好 就是呢 这种降低门槛提高参与的手法 是否真的是有效的 OK 那其实呢 这个从国外就已经发生过了 从早期的运动建议 然后呢 这个定的标准颇高 然后呢 逐渐的开始下修 希望是先把 参与运动者的人数先拉上来 那这个方法有没有效呢 其实当然他有一点效 也就是说呢 当你 简单来讲 他说呢 你原来需要符合这个标准 才算有运动的人 那现在我把标准降低了 然后突然发现 参与运动的人变多 那在统计上当然是有效的 那不过呢 当然是不是有一些人 因为呢 这些主管机关 跟他说 不要灰心 做一点点也好过没做 所以他就开始了呢 我相信是有的 那你说 那如果相信有的话 那你在鬼叫什么 那这个你们怪兽训练到底在干嘛 我说 我相信他是有的 但我相信他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我们已经讲了无数次 运动训练的这个model 其实他已经需要非典范转移不可了 因为上一个model 是远离静态生活为目的 从远离静态生活来降低慢性病的发生率 这是上一个model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启动的 OK 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寿命已经延长了 但是呢 那个可动年龄是越来越短 It's a different issue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了 所以呢 扩大参与 是上一个model OK 是上一个model 那说起来是上个model 有没有效 当然有效的 OK 上个model提高了活动的参与率 这是真的有效 问题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 你持续的在讲说提高运动 其实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运动的内容 你不能卡在三十年前 认为运动就是远离静态生活 那任何非静态的事情都算运动 就是因为这种松散的定义 导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跑进来说它是运动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实际上运动要产生 有训练的效果 训练就是有短期中期长期目标 而是有短期中期长期目标 才可以让训练的效果呢 就像医药一样 集中它的成效 也就是你的剂量反应关系的概念 要拿出来 现在在不分青红皂白 在大运动好像说 反正你就是综合维他命吃一吃 普朗腾吃一吃 脂白病 那不管你什么病 我不用诊断 反正呢 吃药可以是这样的 但是也可以是这样 你自己家里橱柜翻一翻 应该都有药可以吃 这样子 No 没有人会同意这种医疗建议 但是呢 我们却纷纷的 仍然卡在三十年前的那种model 在那边接受那种 动一动就好的运动建议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而已 全台湾最强壮的 你副产生的 我以为你要抢什么全台湾腿 没有我还Cue你 我给你个title 没有巫医师你其实 就像你从医到现在 因为人口老化 到了2025年 就超高龄化社会 就在两年之后 2034年 就有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都是中高龄 都超过50岁 我觉得我今天坐来的那班捷运 大概已经是这个状态 所以你看 超高龄化 这种社会 如果我自己是想说 哇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老人 对 然后如果国建署还是 我不确定他们自己本人是不是老人 那就在做这些宣传的小编 他如果针对同一群人 假设是他想象中的 完全不运动的中老年人 他是变成一个极为少数 因为他的多数是在没有那么老的中高年龄 然后那么多人假设都follow这一套通往地狱之门 地狱之后的话 没错 而且甚至他们还跟别人说 不是弄弄水壶就好了 对 而且我觉得对国建署要严厉一点 就是他们是拿我们纳税钱在做健康卫教 对 没错 我们是他们干爹 对啊 我觉得对大家不要说觉得说 他有做就不错啊 他不是免费提供这些东西 他是拿纳税钱去做事的 而且他们的工作就是卫教 他不会像说教育部跟农委会 他们的 因为现在政府的官员都要去监着做小编 我觉得对他们就稍微可以宽容一点 因为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卫教 可是国民健康署 他就是要宣传健康的概念 所以他每一篇文宣味教 背后都是表现你国家健康政策 要往哪里走 所以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 虽然你看他的图做得非常的不美观 就这样图 美观还其次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他左上角是一个人在跑步 他的右上角是一个游泳的图 他的左下角是一个重量训练 所以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来说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不同的处方了 在运动训练上面你是激励训练 然后耐力训练 上面两个水上运动和慢跑 我们姑且视它为同类 心肺耐力训练 但重量训练 然后你居然不分它 然后认为甩水壶可以 甩水壶可以直接代替这件事情 我说到这里面 我本来坦白说 因为我个人私心 那种看到上面两个慢跑和游泳 我真坦白说 如果说你是这种轻松慢跑 轻松游泳的话 那你在家里轻松活动 以远离静态生活来说是OK的 但他旁边那个重量训练的图 真的让我爆炸了 大家想象中的 你想象中的 而且我觉得他怎么会放一个外国人 但是全部都是外国人 对啊 这就不对 因为这是台湾的味教 你应该用本土的教材 你人才会有连结 就是你才会连结说我也是可以运动 他跟我一样 他就是我隔壁的邻居 而不是放一个外国人 这其实就是味教很细腻的地方 对 没错 零分 不然我这样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的梗图 回应台好了 我就做那个这两天最流行的 不要浪费时间 那个威尔史密斯跟Chris Rock 郭巴党怕 我觉得他们就是把味教当做一个不是很 人家味教是一个科系 提升职研究所要念社会学心理学 对 没错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学问 Health Education在春田 我记得是一个Master Program Health Education 就是健康教育是一个Program 奇怪 它其实是一个硕士班 它要先求正确 然后它在想说它的TA是谁 它要怎么去处理它的素材 然后怎样用最快的方式 达到解释的效果 然后你同时要顾及可能激起的心理反应 你不能让它太沉重 让它逃避现实 你也不能够让它太轻松 让它不想面对 这都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东西 但是我说就这么粗糙的就出来 工读生的这种等级 我不晓得说这个是不是专业人员的手笔 但是呢 我来看一下它下面的回复 劳苦功高 但是呢 可能传递的讯息 要清楚一点 这四格里面 就像来说我认为 其实长距离耐力 慢跑和游泳这两个 也很难用甩水壶来代替 虽然说呢 那两个东西呢 我认为说它的确是强度比较低 你自行操作比较容易 相对容易的东西 但以重量训练来说呢 它的关键就渐进式超负荷 然后呢 你说你的水壶最高量级是1500cc 那是什么 那是1.5公斤 我们这边要找到1.5公斤 你还得去找配重片 才有这么轻的东西 就是说呢 你重量训练 你旁边 你弄一个外国壮男 是光头 符合大家对壮汉的印象 然后呢 再举二头肌玩举 那手臂非常非常粗 然后哑铃很大颗 而且都是男性吧 慢跑是女生 这又再采到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卫教不能这样做 没错 那所以呢 这里面 第一个是 它的刻板印象 传递一大堆 然后呢 但它的那个运动处方 却全部都是错的 就是你用一个 菊水壶的轻松活动 然后说明确指出 你可以取代 长距离耐力 水上运动 和重量训练 越想越起 Let's BS Let's BS 我跟两位报告一下 但我最不爽的其实是 你知道吗 身为一个专业小编 身为一个有在manage Facebook IG的人 他底下没有一个留言回复的 大家问他 就装死 全部装死 他们正笑 人家在跟你说 你这个有问题 你然后分享再看 完全不语字评 有这么爽的小编 其实他之前 你知道吗 人家如果我po一个东西 来干给我 我的YouTube频道 下面我就要改 你声音怎么那么大声 你声音怎么那么小声 你这个音质怎么这样 他之前会回 因为他之前有讲一些医学知识 真的是错的 他就有回 所以不回 所以他现在已经放戏了 已经启动国安机制了 你看下面大家就问他说 请问这个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就怎样 如果是没有一篇 都完全不回 因为我过去常学的时候 当然大家知道我自己的背景 如果说你过去有听我们的节目的话 其实我是从体制内教育走出来 变成体制外教育 我认为说其实办学 应该有民间单位来做 我认为说大学由于过去的包袱 和制度的一些困境 其实它现在是失灵的 所以我认为说教育事业 其实民间可以做 但是我们再怎么做 我们的威力绝对不会强过政府的 卫教机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实力悬殊 我个人的资本额 跟你们的纳税金比起来 怎么可能会相比 而且我们永远再怎么努力 就是一个小众文化而已 就你这种直接针对大众 甚至是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公共论述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到国建局的 网站去查资料 我们会到国建局的 一些的卫教资讯里面 去收集佐证 那我们现在 如果说假设我现在要推广 拿这个来当该来 看老话你需要大重量训练 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向上适应 对压力刺激其反应 然后我国建局的矩症 然后这个连结过去 他说OK 那取水壶就够了 对真的很糟糕 国民健康署负责Facebook的小编 如果你有在听我们的Podcast 但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听 但如果你有在听这个的话 其实你不要背这个黑锅 我知道你一定是领薪水 或是你是一个公务人员 你就是花了很大力气考进去了 然后这个东西 如恶评 就是很多人付评给你 或者说留言给你 你适而不回没关系 但你要往上回报啊 你整篇会错 你就删掉就好了啊 你删掉也是负责任的做法耶 对啊没错 你不能说放在那边摆烂 他们不只脸书啦 他们有弄一个蕴蝉的关怀网站 里面也是一大堆错误啊 就是整个医学知识就是错的 那这样错错错 我们纳税人进去 但没有任何监督机制啊 就变成要公民去监督 我觉得也是很荒谬啊 对这很有趣喔 这个政府机构是极少数的机构 它的那个表现 跟它的那个待遇是 没有直接关联的 你说他做得好也不会比较好 你这边结果像我们 我们如果说讲错话 我们如果说立场不明 或是我们如果说简单来讲 失去市场价值 我们马上就是下个月业绩出问题 有道理有道理 但是呢我们会直接被 我们会直接被业绩打脸 所以呢我们是兢兢业业 是 那而且呢 而且现在呢 以前有很多 你可以骗人了 你可以干嘛 然后你可以没有职业道德 可是问题是 现在这么多人在看 网路这么发达 所以呢其实呢 任何事情 如果说你的立场 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坚定 或者说你的这个佐证 稍微有点薄弱的话 人家马上就踩过来了 那但是呢问题是说 这个政府机构呢 它是不会受影响的 尤其国建署啊 因为卫教是看 短期内看不到 任何成果 说不定 他没办法打烤机 不像我随便 他的KPI根本就是发几篇 对啊 你随便举农委会 如果自己大的价格有不稳定 就忙被骂嘛 可是国建署 你看不到它的成效 有卫教错了 如果说不是我们 也在做卫教相关工作的人 去反映的话 其实他们不会有任何人反映这件事情 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对 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谁在意 我找到了一个中华美国 非常棒的一个肥缺 对啊 真的 虽然我们 没有人在意 真的 不是这样 我们也别跳太远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它运作机制是如何 但是呢显然 它不会像我们一样 得到立即的回馈 它必须 马上面对问题 去马上处理这个问题的压力 的机制跟压力 他们可能没有 没有这个压力存在 没错没错 而且他也不会出事啊 确实啦 因为其实 不是他出最大事 可能就开个会 然后检讨一下 对 他不会闹出人命嘛 对 他不会 相对比大家机构比 那也不会影响到市场的价格什么的 相对于网红 相对于YouTuber来讲 或是以及其他这种单位 他们真的是 你其实是刀头填斜的人生啊 因为你就做到直接被沿上 直接就爆了 被沿上 然后你就走心 整个冷掉 可是我觉得这样讲起来 他们就更应该去做一个正确的卫教 因为他们不有业绩的压力 比起他们不用卖产品 所以他们就更是要把这些东西 至少要做正确来嘛 因为他们又不用说被商品 所以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卫教 很多人看卫教就变成 被一些商业网站去带着走啊 就是变成说卫教变成资本化商业化 我们得不到正确的资讯啊 没错 就像我们 我们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会讲说 你可以不要相信我 因为我们已经是民间单位了 我们是唯利是图的奸商 所以呢 我只在乎我的业绩 所以你爱听就听 不听就算了 只不过呢 我现在的业绩 跟我的学员是否强壮绑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想变强的话 我们刚好有共同利益 没错 但是呢 我说其实这个回到一个 很像一个东西 就是美国为什么它会有这个tenure 就教授终身职的这个制度 他就是希望说呢 这个掌握知识的人 可以本着道德良心和这个专业知识 不受市场利益的影响 去讲出甚至是对大众来说不中听的话 也就是说呢 他讲 我讲他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tenure 他天牛 他反正呢 他这辈子set for life 他是终身职 所以呢 就算他 你今天他讲了什么 不中听的话 你不能够说 那我打你考级 我那业绩奖金没有 这样子 你没办法去操控他的人生 所以呢 他们会勇于去讲一些 本着他们的研究 所发现的东西 那其实呢 这个东西就是 为什么要公立学校 为什么要有这个大学教授 为什么要有这个 教授的这个保障制度 基本上呢 掌握知识的人 他应该有一个良心 而他有一个保护 就是呢 他如果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 他不会被市场给欺负 但现在反而 感觉起来这个保障呢 让某些人失去了这个功能 以政府机构来说 他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 那我们刚讲说 他的言行 他的言论 是没有这个 不受到 他不影响他的待遇 所以他应该 更应该很勇敢的讲说呢 你们健身产业 不要乱搞哦 其实呢训练方法是真的 有真的有怎么样 那人家会说 那意思就是说 跟你不一样 你就要说他不对吗 我说你去查一下资料吧 去理解一下 现在运动科学的发展到哪里了 难道 国建署后面没有学者顾问吗 还是他 他其实也 就是因为 他要发文 他也不太可能每一篇去请教 还是怎么样 这个机制是 这个真的机制不透明啊 就是不透明啊 所以他的发文量 其实甚至我会觉得说 一般的那个 一周期 他平均大概是一天 一两天 其实跟一般的小编的工作量 是差不多的 如果以发个图 然后发几句话来说的话 所以他其实 如果是一个民间企业单位 来看这个团队的话 其实算认真的 他也认真做图 认真查资料 但是不一定给的是证据 他至少在他的本分里面 他做到了 所以他 反映 这样吗 其实我会觉得说 因为 国建署 他们其实是有经费的 也就是说你其实在大学教授 假设你要 投 现在就是 大家主要 每到年底 大家投科技部 就以前的国科会 这其实是教授深等 和他的这个经费 研究经费 和他在学校讲话的 其实都是看这个 实际上不是只有科技部 其实国建署也有很多的计划案 这些计划案其实都是这样 我们想要研究 例如说什么样的运动方式 对一般民众是否有帮助 我们就把这个案子丢出来 然后就让各个教授去写 计划书去投 然后看谁的这个案子 最好谁做实验 最能够四平八稳的 证实这件事情 OK 好 那这个几百万经费 或是几十万经费 就拨给你们学校 那在你们学校里面 就由你这个教授为主持人 然后找几个共同主持人 找些研究生来当助理 然后找一些大学生 来当成工作生 然后你们就去执行这个计划案 所以就进入一个 漫长的和销过程 把这笔钱花掉 但最终最终 你说给这些钱干嘛 最终就是要一份报告回来 去证实这件事情 到底有效还是没效 所以他们有一大堆的人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不应该是小编自己找梗图 对 没错 而应该是背后有强大的 事实上是贯通整个 高等教育系统的 研究团队的成果才对 没错 所以我们看到会激动 因为我们以前做过很多 这种事情 科技部国建局 然后卫生署这些的 其实我们参与过很多 从我是工读生 到研究助理 到共同的学者专家 或者是专家会议这些 我们去参加过很多 其实这个就是 出席专家会议 就是车马费多少 便当钱多少 然后你办一个案子 就是访查资料费多少 然后那个都是钱 你看到一个案子 100万 50万这样出去 有的大一点的 两三百万 跨年度的很大的 可能是数百万 其实在背后不是 要你去网络自己找资料 这有专业团队人找资料 就像我假设我今天 我是怪兽训练署署长 让我一声令下 来给我研究一下 这个65岁以上 骨质出松 要多少的压力刺激的剂量 我给你两年齐计划 1500万 你把它做出来 我要看报告 OK 而接着就全国的 可能医疗或者是运动 或者是公卫的机构 就来标这个案子 谁拿到了 就拿到了无比沉重的责任 他必须要把这个案子做好 而这个案子最后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审核机制 也就是有人会去读那个报告 说你有没有认真做 你做出来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个钱花的是否是值得 你买了那么多碳粉夹 到底你在干嘛 这样子 这些全部都要被严格的审核 甚至还有人经费报不清楚 还弄到调查局跑出来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 无比强大的国家研究机制在背后 但是呢 我们产出的卫教成品是 我们连业界人士 我们这些唯利是图的人 都看不下去 我知道了啦 到这边我就理解 我也放宽心了 因为他们搞不好有 巨大无比 很精彩的运动科学 正此时此刻的在各大大学 正在研究 积极的研究跟何小宗 报告还没回来 证实 对不对 还没回来的话 你不能证实甩水壶跟举重量是一样的 也是啦 说不定 OK好那这样 反过来问他 那请拿出来你们的研究证据 有道理 你什么研究证实 你甩水壶可以抵马拉松 我其实好奇 他到底从哪来找这些的 对 就是他到底怎么下掰出来 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项目 我本来怎么你听说下掰了 我本来想要帮国建署讲话 但看来 你已经原定他下掰了 他怎么下掰出来这一个项目 基本上我认为说他们干脆 你以后出梗图 你下面附佐证资料嘛 这东西立法委员是可以查的啊 对不对 国建署的资料我可以 我可以调 其实一般民众 应该要可以调阅这个资料才对的 对对对 确实是啊 可以调阅这个资料说 OK好你这个有什么 你公民才能监督啊 某某医学大学某某教授的团队 证实了甩水壶八个月 肌肉骨质声音系统向上适应 而且抵过重量训练 重点是你要拿重量训练出来比哦 你要拿REGET 真正的重量训练拿出来比 然后你还比赢他 我声音好像太大了 不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我本来想说帮国建署还假一下 因为他搞不好真的有很多计划 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谈争一下 那就要拿出来 对 这个东西真的一定在进行中 我猜啦为什么呢 因为我大四的时候 我在清大 然后那时候刚好 甩过水壶 不是不是不是 那时候那个松竹杨梅 就是清大焦大杨明 松竹杨梅跟中央想要搞一个 梅竹赛 对对对 就松竹杨梅那时候要搞什么 四校合并 那最后最后的是前几年 焦大跟杨明 变什么 杨焦还是焦 焦阳 还是杨明同 反正忘了什么 反正就合并了 对 清大就没了 反正那时候我就在在学学生哦 哦那时候也研究经费 对 然后研究助理 刚刚老师有讲了 我也当过 我们就是去开会 那开会就是 我们研究助理在干嘛 找餐厅 找教授来吃饭 发邀请孩 那是一部分的工作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说 有一些医学知识 就是根本就不用做研究 就是已经是旧的知识 还是会错啊 而且 旧的东西还是会错啊 而且我说有时候 这个重量训练这种东西 它已经不是一个现实中无法观测的东西了 那我说实在你每天有看天文学的报告 才知道明天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嘛 我说其实呢 重量训练会提升肌肉骨质声音系统 这需要什么东西来证实 然后剂量不足 重量不足会不会 会没效果 这需要什么东西来证实 对不对 我想讲的是就是 比如说像我在学做的那个研究啊 他只是要做一些 比如说有人去教学可不可行啊 两次下合并可不可行啊 他光是可不可行 他就做一年计划 而且那个钱还不少 蛮爽的 我以前跟过的比较硬 就是我们真的去做实验 然后我要去搜索 全世界所有搜索到的资料库 然后还花钱把那个 有的是那种单篇付费 那种还把它买下来 那有时候要干脆就是去申请资料库的权限 然后去把资料找下来 然后花很多时间分析现有的文献 然后还有就是要去田野调查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那个walking 就是散步走路见走那种 这种东西到底对健康的效益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做蛮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报告是有的 是真的存在的 那它是 所以其实国舰局它不应该是 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它不应该是小编自己想的 它一定是检索过资料库 OK 这是一个任何 你说是班有毕业的 一定学过的功夫 就是你要去做literature review 你要做文献分析 所以你要把相同或相似的议题的paper 全部重新review一遍 甚至如果你功力够好的话 你要去回头去挑战一下 这个实验的这个方法 是否真的 你要像一个reviewer一样去质疑 说这几篇研究的品质好坏 所以你选出你认为最符合逻辑 最符合这个研究品质的东西 然后针对它来做出进一步的推论 才可以做出一个结论 我觉得我温柔一点好了 反正我们把这个小编往实力搭 反正它也不通不扬 也没差 那我退一万步 就是没关系 你可能也不会去做这些佐证 然后你的时间可能有限 然后薪水也是有限的 然后你的人生也是有限的 你不太可能像我们讲的 你去找资料文献佐证 只为了你发一篇图 我会 OK 那他可能一定是没办法 因为他就是一个 我不决定是不是公文献 他可能管东西比较杂 因为他各科都要管 说不定他需要管很多事情 他只有五分钟做这件事情的话 疫苗搞不好也是他 一定是啊 戒烟什么都是 戒烟啊 然后什么 好 我们对他就稍微宽容一点 但我还是回到我自己的角色 如果当下面你发现不对劲的留言区 哇塞 大家已经站在那里 你不能 有关在意留言 真的是啊 因为我也被骂过嘛 对啊 然后你一定要踩在那个地方 你不道歉吗 或者是你不删文吗 或者是你不改变立场吗 有时候公部门就是摆烂 我就不要 反正不管我是 因为他是挂国舰署啊 你看阿丽莎莎 你看任何一个人 他是挂那个本人耶 对 他明天出门的时候 人家看他的眼神就已经不一样了 对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国舰署他代表是 他代表是一个机构 对 而且他就是 我刚刚讲到国家政策嘛 所以反过来 能不能删文 也许是一个核弹发射的一个按钮 也许是署长才能 三票这篇文 为什么三文天啊 这个人考基减十分 这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看 那就有问题了 为了不能三文 不能扣考基 就一直把他错留在上面 他会不会有一个机制是 不准三文哦 你发文之前要想清楚 所以三文输一半 所以呢不能输 这也是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不对 对不对 三文输一半啊 你不能这样想 那我就说了 那就增加解释 就我们是针对 对 他有解释 特定的族群 他也不解释 怎么样 他不能去跑步 他不能去干嘛 那他先从这里开始 但是呢 这个效力大概有两周 两周以上 你要渐进式的 进入到什么样的 你可以去解释 你可以去说明 你可以把它导正 OK 你可以说 就简单讲 他单挑了太大的题目了 我都不敢直接单挑这种事情 就是运动能不能互相取代 OK 这是一个处方的问题啊 我们假设再收回来一点 反正他内容资讯错误 然后他的回应跟收回 跟三文的那个立场 也不太对 然后最后他的那个图 用外国人 反正这些东西 他一年算的这些 这全部加起来之后呢 而且他跑步的是女生 做重量是男生 这要不要算一个 好不要给他算 没有那么严格 可是用外国人 我真的觉得不行 因为你卫教对象 就不是外国人啊 你看到还是会觉得说 那是外国人在做的 我们不是 这是好基本的心理学哦 对为什么会选外国人 这我倒真的觉得蛮奇怪的 明明就那么多 而且其实 他如果说用了免费图库的话 难道里面没有 这个 免费图库还真的 比较少华人 那因为是大家没有 但问题是他们总有经费 可以自己拍吧 对 不然他自己去弄个 牙龄来拍也可以啊 好辛苦哦 国劍鼠 好啦 我那个秀秀好不好 给秀秀国劍鼠 那如果你真的有在听 欢迎来找我们 欢迎来找我们 我是很好奇 欢迎来找我本人 他的年纪跟性别哦 不是不是不是 超好奇 追到个人就压力太大了 对我们不要拒人一圈里之外 我意思是说 欢迎国劍鼠来 我可以设一个访谈 我们来聊一下 很想了解他们的机制 到底是怎么 因为我并没有要往实力打 我想要知道说 他们比如说有什么困难 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理解 要做什么样的正确的投射 然后我能做什么样子的帮忙 而且我觉得说 我的立场 我刚刚讲说 他背后有那个资料库 然后呢有这个 这个贯通全国研究系统的 这种 这个佐证来源 那这些东西 其实我不认为说 这会是第一线的人的责任 你说他在这个职位上 有没有人告诉他说 你这个要从里面找到资料 其实不管是不是国劍鼠 那各个城市也会有什么 运动发展局 运发区 我其实不知道 新的吗 运发局 运动发展局 我不确定是不是新的 运动发展局 有点像以前那个 运发局 有些研究所叫做什么 什么发展所 国家发展所 OK 国家 陛下好像就有一个 运动发展局 那肯定就是有重视运动 对 就像 就像我老师常讲的 我们其实很重视运动 政府并没有不重视运动 只是我们自己可能在奥运的时候 或是在比赛的时候 可能看到 然后就稍微嘴一下或怎么样 但其实这些运发局 国建署 什么运动 什么体育署 体育委会 他们其实24小时 一周七天 都有人上班 尤其从组织架构看起来 其实还蛮为数众多的 超级多 像我们之前不是在讲 就是 跆拳道的回来 建立选手回来 然后就只关心 亚运奥运的选手 然后这种就算了 第一线的人 他的权限有限 对 第一线权限有限 不是政策的问题 反过来 比如说像运动发展局 他也会贴一些 因为希望能够促进 全民运动 他最省钱的工具 就是social media IG跟Facebook 然后大家开始发梗图 是的 结果他就说 你要注意 有些坏习惯 不要犯一些坏习惯 结果他给出来的 卫教资讯好像不对 我们这一篇是什么 另外一个 好像是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 OK 他这篇是说什么 运动坏习惯 你中了几项 其实我记得 他有改正 我觉得要给高雄市的 运发局一个赞 因为乌御师丢我的时候 我去上去看 他没有讲错 后来还发现 他有修正他的贴文 真的吗 他有修正 他有修正 你看他下面 运发局 我给100个赞 对 他四个错三个 然后运发局说 感谢很多人指教 他有回 他有回 这个才是正确的 面对你错误资讯的时候 应该改正的 你知道贴文是怎么样 贴文其实你照片也可以改 你文字也可以改 对 你不用删文 你不用删文 你就改正你的资讯 大家会看到编辑的过程 不过我觉得那没什么 无关他最后的成效 对 就是你最后的东西呈现的是 有改正的 我觉得就很棒了 他之前我们先讲一下 他错的地方好了 因为他现在最后的 information是 把错的东西删掉了 他一开始是什么 蛋白质什么的 他在说运动中 如果不喝水的话 不利于将蛋白质 转换成能量 我记得他原文 因为我一点进去 就没看到了 他就第一时间删掉了 在运动中我们不希望 我们尽量不希望 你拿蛋白质为能量 因为以无氧状态来说 那其实最直接的能源是 肝糖 肌肉肝糖 还有就是糖类 那是在无氧状态 那当然有氧状态的话 他可能可以合并燃烧一些脂肪 那这是我们所乐见的 那等到你开始燃烧蛋白质 通常在持续运动 时间拉长的这种情况下 比较容易发生 那我们甚至会 如果有这种情形 就是你运动量非常大的人 我们甚至会建议说 在运动中可能还 需要补充一些些蛋白质 去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他的原先的文字 讲的是说 如果你不喝水的话 你会阻断这个蛋白质分解 产生能量的过程 实际上那是一个 我们不想发生的过程 然后而且他 我们先打断一下 蛋白质喝水分解 这个是高雄运发局的烂伤 跟他的那个 这是下一题 我们先回到上一题好了 我们刚刚讲的国建树 我们批完了 我们讲完了 那我们要来正确的 稍微是我们来自民间的卫教 我们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国建局 国建局拿水壶甩一甩手 然后疯狂的什么往后 他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要大家做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可以拍一个照做的影片 可以啊 但不要叫我示范 我拍然后上传给他 他就不会回啊 国建局不回 他在纠结那个不会回 他就不会回啊 不过之前我们在SBD 怪兽讲堂 讲到提示能 接着我就被请到 提示能专家会议去开会了 所以是 你是说上一次 对对对 虽然后来华丽转身 对啊 华丽转身那一次 对对对对 后来有再有吗 不不不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以这件事情来看 其实你POSE在SBD 他们是看得到的 哦 一定看得到啊 虽然最后你可能还是华丽转身 不过你这次可能是华丽甩水壶 好了 我我们这样子好了 就是接下来我们不是要拍那个 就是要教学我们第三季的怪兽讲堂 我们本来就有说话做着讲嘛 对对对 我们就先讲这个甩水壶 我甩 我甩给大家看 我直接拍起来 你干嘛 我甩 就没有问题 我看他们国剑鼠会不会看得到 对如果看得到我 OK给他100个赞 那一集的主题要是什么 那一集我就买两个水嘛 对不对 是找个矿军水干爹甩一下 OK的 他瓶子甩起来最舒服这样子 对了我们现在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下味道 就是国剑鼠 他觉得你甩水壶就够了 但实际上我必须说 就绝对是不够的啦 对对对 如果有够的话 我我一个人发两瓶水 对 全台湾人就撞起来了 是的 有这么简单吗 我们其实可以从那个 你说如果要怎么样去建议他修正的话 他在 首先第一个他图上面呈现的运动 大概分成两类 一种是朝向耐力训练方向 就像是跑步和游 我们姑且假设他是耐力 当然跑步也可以是短跑 也可以是长泳 也可以是短泳 这样子 短跑短泳 他也是爆发型的 不过我们姑且假设 他是着眼在心肺功能训练 然后呢 那个重量训练 他着眼于这个肌肉素质在做训练 以这两个方向来说 你都得对着这两个你想要增加的东西 去进行渐进式超负荷的训练 那也就是说呢 以慢跑来说 我要自己心肺的话呢 我要调节我的这个运动总时间 我要调节我的运动的配速 然后逐渐的去提升我的最大摄氧量和无氧预值 那以这种角度来看呢 其实甩水壶呢 不容易有这个功能 OK 那而且尤其是他上面有建议的 那个甩水壶的那个做法 那其实呢 基本上渐进式超负荷啊 如果他有讲出这个东西 讲出这个药林跟这个注意事项 然后再说 水壶宝特瓶只是你的起点 对 然后你的方向是往这边走 而不是就在这里往地域往下掉 往悬崖往下掉的话 我觉得OK But他没有讲到这个重点 他就觉得 你以为中的想象中的运动是这样 他只是想要套那个梗而已啦 他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梗 可以拿起来套 就觉得大家都用这个梗 那就威尔史密斯啊 你可以看到之后 有没有威尔史密斯说 这样也是运动 这样也是运动 这样其实 巴掌就运动了 任何不是静态的东西都被视为运动 我说这就是最严重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他还真的把重量训练的图也放进去了 坦白说 如果你甩水壶 然后你用他讲的动作模式 然后你连续甩个马拉松的时间的话 其实有一些心肺负荷子 我相信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拿这个阻力来说 要启动激励训练的话 然后用这个动作 我说其实 为什么激励训练要对抗体外阻力 这其实是有一个机制叫做 有人把它称为叫做压力反射 压力反射就是说 我的肌肉 其实本来我的肌肉就在这里 我可不可以凭空说 假设我深蹲 这个 我说今天我想要凭空 用200公斤的力量空蹲 我能不能做得到 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 当你没有真的对抗200公斤的时候 你是用不出200公斤的力量 就算对着那只杠用力的时候 也是我的这些肌肉 我徒手训练还是这些肌肉 但是你的神经系统 启动不了那么重的力量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外在阻力 来做引导的话 你启动不了那些肌群 就算你这个 我假装在这里 我又发出怪叫 然后又做出很咬牙切齿的样子 然后我又真的吸气壁气 然后把它做中 我最大机力深蹲的样子 但我的肌肉争招 就是征兆不出对抗200公斤 这个必须要外在压力压上去 你身体反射性的启动 去征兆那些肌群才行 所以重量训练的关键 就在于体外阻力要循序渐进 要渐进是超负荷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 产生那种200公斤的力量 就那种宗教不都是 然后就有人射出去 类似的 像是hypnosis 像催眠的 我相信 就是体外重量激发 肌肉去收缩用力 应该不是唯一的机制 就像有一些禁药 它其实是神经性的 也就是说 它是解除你的机制 当你就是这个人抓狂起来 痴迷幻要抓狂起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青少年 可能要六个警察才抓得住 他从神经端来刺激 对 这其实有可能的 或者是像 人触电的时候 那个用力也是非常大力的 OK 但是那是奇怪的 但是问题是说你不容易 特殊的 对 尤其像现在电刺激 要激发这个肌肉缩缩 那个运动效果 仍然处于一个 晦暗不明的 就是又是电腹肌 电腹肌 对 那个效果在实证上 其实它 就是你做进了各种的尝试 你的电缆 如果不大到一个 会跳起来的程度 其实它 那个效果 大概跟你 做一个很轻松的运动 差不多而已 就跟我们上次聊的 震动肌 电电肌 所以那种东西 都不能说是无效 那种东西都不能说是无效 但是你要看它的效果量有多大 所以你看水壶最重最重到1500cc 我就说它其实基本上在剂量上面 是完全不及的 你不能说 1.5公斤 我现在什么样的药物 可以治疗我 是有效的 我就单纯就取 这个药物有效这个概念 然后我吃它 0.0001毫克这样子 我就不管剂量这件事情了 我就超微量的去吃它 然后我说 我药吃对啊 你管我 我说 那个剂量是有门槛的 是有预值的 就你要超过多少 它才会启动那个反应 那所以 在剂量反应关系上面呢 这张图是不合格的 如果说这是 我假设啦 当然我不晓得是 他们是基于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 无法确定 他们是基于怎样的学术 我简单来说 如果说在 这是学生交上来的作业 而我还在当教授的话 肯定被荡爆了 不要说荡 我会请他来问一下说 你的佐证资料在哪里 我觉得他的目的 想要凸显一种反差 让你觉得 哇 原来这样就可以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分享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可能就会弄一个 你不要以为你流汗就是运动 这也会让大家觉得 原来不是 因为大部分人的 没有在运动人会觉得 有流汗就表示有运动了 那不然关冷气是最快的运动 所以要是我是小编 我就会做一个图说 不要以为你有流汗就是运动 这样也可以很特别啊 所以我就 对啊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 他其实是想要想梗 对 对 ok 这个梗看来就是一步错 你梗要错 你先求正确再来想梗 不是 对啊 你不能梗在 就是梗的要求 梗在正确之前 对对对 而且梗也不是他自己想的 他是偷别人的 其实这是四格图的那种 基本套路 对啊 这个真的是一步错错错 我觉得这个梗如果拿来用在对的方向的话 应该是 像我刚刚讲的也应该算及格吧 对对对 不要以为有流汗 对对对对 因为是因为很多人真的以为 对要不然 所以我觉得我也叫你要去问那些真的不懂的人 他们的梗点是什么 然后你再去串联正确的知识 这样才是科学教育的传播啊 没事 OK 我们 我们先 你流汗了 你不要以为这样子有运动 这样子有运动 对你不要以为 我跟你讲 现在就是我们往回推了 就国民健康署 国民健康署这一题 大家可以去看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 那个所谓的风向 就是大家知道这边蛮多错误的 大家在分享在导正 那也许有机会 国民健康署可以往这个方向再修正 好不好 我们也没有说 你就是万恶之手啊 就是你就是一定是 我们台湾都是你害的啊 我们不会无限上纲啊 但至少你慢慢修正 一起进步嘛 对一起进步啊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示范 老人还是可以举很重 给年轻人看 今天晚上要上一片 很厉害的一个大理师 叫Mark Felix 一个英国的大理师 他55岁 他持续在World Strongest Man里面 破纪录 没错 他手很大 我刚才握过手 他手整个都很狂 Mark Felix 然后55岁 握力很强 所以那种握的那种 都是他的记录 他持续在突破 而且重量也越来越重 对 55岁的World Strongest Man 握力强 否跟手掌大小有没有关系 手掌大的人有吃香吗 当然你那个握力剂是可以调整的啦 假设你现在讲的是在握力剂上面 我们要标准化要测试他的握力 不是只一般 那如果说在一般的那个运动表现上面的话 那其实就是力学角度问题啊 就你的手指 如果可以抓握比较多 你是凌整可以圈住 对 其实这有点像那个角力 这个衰迹那些的 如果说你的 在无道服的那种比赛里面 你没有衣服可以勾 你只能够抓手腕 叫Risk Control 那其实手指长的人本来就吃香 因为你是把它完整圈握之后去控制它 而不是把它绊握着 那它就比较容易挣脱 所以这的确是 那力学角度是有差的 所以沙包也是手大 对对对 沙包可能是手长 因为你要环抱它 像大石头一样手长 那你能够绕到对面去的 跟只能抱在一半的人 那个抱起来一定不一样重 很有趣 而且那个基本上来说 那个手抓握 我说其实人体处处是反射 手抓握如果不牢 你的腿会没办法发力 对对对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那边一直起不来 那实际上如果假设 你现在给它一个指滑手套一抱 它可能瞬间就起来了 所以就像我们的负重行走一样 那个重量从手中快要滑掉的时候 你看到的不是就那个重量掉而已 你会先看到那个步伐先失控 因为为什么人体处处是反射 当它觉得身上一个非常大的体外重量 要换位置的时候 人会反射性的去挪动脚步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脚先走的荒腔走板 然后那个重量才掉 所以我们负重心走的龙架 你手要抓稳 对对对对 你要把它硬塞在肩膀上卡住 这样你就可以走得很好 如果你一开始的起始步就没有很稳的话 你心就很容易失 对我真的觉得 稳定性换得力量 一开始要卡好 所以没有握好也是稳定性不足 所以稳定性不足会抑制力量 接下来在八月份台大体育馆 女子六十三检 吴医师也要挑战这几个项目 对对 我练一下练一下 我觉得很难耶 沙包真的很难 因为抱起来就很难呼吸 它有个小技巧 你要会分段休息 它有个小技巧 然后你要走习惯那几个角度 所以让它吃力的地方快点度过 然后可以省力的地方 赶快调好这样子 好这个就是大历史比赛 我们刚刚讲到是Mark Felix 他除了握力强 他其实每一项都很强 然后他依旧是在16人 20人名单里面的那位大历史 所以强壮民族 他做了完美的示范 15岁的大历史 那你知道说那个向上适应 可以持续到那么老 确实是 他都还在进步 而且他最厉害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最厉害对我来讲最经费的是 他其实很爱自己的身体 他很少受伤 做其正常 吃得很clean 然后很保护自己 然后做很聪明的挑战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受伤 对 连那个主持人都在访谈里面觉得 这种就不会被爆啊 那如果他这种运动的人受伤 或是很早就过世 就被拿出来讲说 你看你运动还不是一样 就是大家都喜欢看那种负面的 大家都喜欢看那种反差 然后负面 就很 然后 不是其实 或多或少还有一点 就是大家喜欢看那种 看完之后你可以决定不要努力的 对 因为你看完以后觉得说要努力 你会有压力 你看到原来人类可以做到这样子 这是替代型经验 就是说当人类不知道说 他可以跑进4分钟英里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人会认为说 那是人体极限 就第一个人跑过去之后 隔年一大堆人也开始纷纷跑过了 就是说示范效果 我们过去的人认为说 这个人只要超过20岁 就力量就没有空间再上涨了 后来他们推到30 推到40 现在推到50 将来可能推到60 意思就是说这些替代型经验 让我们知道说 这东西是可以被改变的 这些优秀选手 真正的价值就在这里 其实很多的潜能是被人自己给限制的 或是觉得我是女生所以不行 而且很多女生可能会更优秀 其实女生就一定是很弱 可是像我们看到那么多女生 有恋的女生远远胜过没恋 甚至是有恋 但也没有恋太好的男生 其实女生是会超越 将来有没有可能恋到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说如果体型相同的话 女生有没有可能到达跟男生相同的水准 我说现在我们还做不到 现在还没有这个技术 可是未来有没有 说不定是有的 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就上个礼拜 就是六日在台中比的那个建立比赛 有一位选手他是Master 不确定是Master级 然后就他年纪一出来 那个主办方他打错 他打1905年 我就是一个伤害骂没错 我说干117岁 那我可怜啦 就到底是M1 M1 M1 M3 然后我们就求证一下 他是1961年他是62岁61岁的M3 M3的对 硬举直腿110哦 蹲也蹲120哦 那不简单 比我重 不简单 比我重 很多年纪人做不到 空装上去海放我们 我啦 海放我啦 我去哇整个给他100个赞 他很厉害 而且建立长青组M1 M2 M3 M4 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很多人来采议了 没错哦 其实现在长青组越来越热闹了 实在太棒了 对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比的时候常常一个量几个人 对确实是 那我真的是期待有着这个见证 然后有了我们的分享 大家看到之后一起来啊 因为在过去如果没有人出来示范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堆没做的人在说那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很危险 那我们将来呢就变成 你说做不到有人做到了 然后就第二个人做到 第三个人做到 第四个人做到 所以说呢 其实长青组的意义还更大于那个公开组 因为公开组当然是说人类极致表现 顶尖的高手是怎么样嘛 可是像长青组在示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你们这些 早在那边一边放弃 一边翘脚一边酸的沙发马铃鼠们 你们看好了 我年纪跟你一样 但是我没有放弃 结果我们可以这样 所以我觉得人真的那个 要有一个跟自己身份认同很接近的领组 所以国舰署他用一个外国人就是不对的 用回来 就不对的啊 继续 国舰署我已经对 帮你了一个忙 你那最基本的 我要一个身份认同 因为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那么气 因为我每次做什么 大家就会说 那个是外国人 外国人子宫不一样 的确 其实激励训练 因为我们最早在对抗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家讲台湾人种不好 对 现在已经没有 可是这个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 已经没了 对 因为越来越多的 跟你一样黄皮肤的人做到很重了嘛 他就逼回了 那些建立的那些 那个我们国家队的那些人 他们越来越出名的时候 你在大家讲到说 台湾人很弱 人家说不是台湾人弱啊 是你很弱 对 现在就已经扭转了 可能现在也没有多少年 对 没错 那就过去的几年而已 其实我们大力士举办这个 大力士的多元强壮的方向 其实大铺多一是一样啦 你说大力士就是外国 两百公分两百公斤的人在比的 对对对对 你们Joker你在扮那个 不会有人来比赛啦 我跟你讲 有差吗 我们就比我们的量级啊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他就是比那个两百磅 那也是举超重的 他们去比赛好好玩 还有举什么 就那个拿那个铁锹把车缠下来 对对对对 在国外的Strongman 因为我就做了满多功课的啦 那在美国在欧洲很盛行 他们就有分青少年组 有分长青组 有不同的量级 其实Strongman就是一个 举奇怪的重量的比赛 而且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无限多的这个发展方向 而且其实他有很多的项目 在多元墙上这边展现 比如说我向上推的logbot press dumbbell press 很多的举车子托卡车 拖飞机搬石头 然后有很多很有趣的 比如说Rolling Thunder 你知道是什么项目吗 Rolling Thunder是 单手举一个很重的 像怪兽杠的Rolling Thunder 单手硬举 然后你也听过Danny Stone吗 我知道那一块那个 不是哦 Whose the Phil Stone 长得很像墓碑对不对 对对对 Atlas Stone是一个圆球 对 那Danny Stone是两个 你站在前后跨步拳 有然后穿裙子嘛 对那个穿裙子 对穿裙子 哦好有趣耶 对对那个好厉害 那个还要那个石头 拉起来个两公分都很难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话 希望透过未来这几年 带给大家啦 那好了 我们编完了国民健康书 就最后一定还要 还要针对那外国人 对我只是说外国人很棒 我们就 我们就借鉴嘛 对不对 我们就借静一下嘛 不要说什么 每次都是外国比较圆 我们也可以 好不好 你要玩Danny Stone 我也可以弄 总要度过那个那种 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那因为永远都说别人比较好 然后自己都不开始 那当然永远很懒啦 嗯 对对对 反正就是很有趣啦 你看我刚刚讲什么Rolling Thunder 那名字其实什么是Rolling Thunder 早半天 即便我们现在开始玩 然后要经过什么 两三个十年之后 才会有那种人出现在台湾 那也OK啊 对啊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慢慢来嘛 然后我们就推嘛 即便我们有个健康署叫你举保特瓶 没关系 我还是把保特瓶变成铁座的 没错 好 下一题 稍微重一点东西 回到高雄 高雄运发区四个错量 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一个就是 你四个错三个吧 原来 不过他现在改了 所以说我们到底要不要 我们跟他温柔一点讲 他在他改之前 就是我们讲说 你并不希望蛋白质变成运动能源 蛋白质主要功能是建构身体组织 所以你希望他一直好好在那里 虽然他会代谢 OK 但是他不是 你不希望说在运动中去制造这种东西 所以呢 运动中补充水分是好事 他有这个降温 还有促进细胞功能的 对 所以要喝冰水 OK 他有降温和促进细胞功能的一些功用 所以运动中喝水是对的 但不是为了烧蛋白质 然后再来呢 运动后要伸展 这个其实 但是我也觉得 我就未必 我不认为说运动后要伸展 是必要的 我们来说明一下 他说一开始他本来写排乳酸 但乳酸这东西其实不用你排 对 一开始写乳酸 如果乳酸是一个 无氧燃烧糖类的中产物 所以如果经历无氧运动 通常是三四十秒的高反复 连续性的 比较激烈的 就容易产生乳酸 当你乳酸在飙高 几分钟或飙高之后 它进入血液 几分钟或飙高 但是在一个小时左右 会回到正常值 所以你排不排都一样 而运动后的酸痛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延迟性肌肉酸痛 而运动后的酸痛 事实上跟伸展也不会有关系 所以说运动后的伸展 跟排除酸痛 没有直接关系 你想一件事情 颜值性肌肉酸痛 是跟肌纤维的损伤是有关的 所以有些人认为说 肌纤维的损伤是我要伸展 我请问你 你今天如果不小心刮上你皮肤 你会去伸展那块皮 让它好快一点吗 这是不会的 你根本就不会去动它 所以基本上来说 伸展它对于恢复 它没有直接的帮助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 运动后伸展 我真的恢复得比较好 我真的觉得比较舒服 通常它有个中介变相 就是运动后的伸展 提升了当天的睡眠品质 而当天的睡眠品质 提升了恢复 所以运动后的伸展 没有直接促进恢复 是被提升的睡眠品质 提升了恢复 目前比较有说服力的机制 是这样的 所以你如果说 运动后一定要收操 运动后要伸展 No 很多人没有收操 也没有伸展 也都没有怎样 那老师我问挑问题 在运动前的伸展 没有一定 不一定 也要热身吗 热身其实甚至 热身有点overrated 就是 overrated 就是 但我这样讲 干犯大不会 很多人就是 你这个烦肉 对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们其实有没有动态伸展 看情形 如果假设你今天 看你怎么认定 假设我今天想要蹲200 我一定不会第一把就200 对 从40 60 80 慢慢做个几下几下 那其实就是热身了 对 因为你想要的核心温度提高 想要关节润滑 什么东西 都在轻负荷的状况下 都已经到位了 而且他的动作 跟你的动作又最像 因为那就是同一动作 对 你该动的地方 都从这里动不到 那现在有一些矫正派的人 喜欢在运动前 做很长的准备运动 那我想是取自于过去 那个动作控制大疯狂时代 那时候有所谓的movement Nazi 就是那个动作纳粹 就是他到处会讲说 你的左右不均 你的肌肉不启动 你这哪里 这张力过大 这样子什么 那所以他认为说 要做很多矫正 那其实有一点像是 对在没病的人 在做物理治疗一样 那如果你对症下药的话 当然是OK 但通常他不是对症下药 他是乱枪打鸟的 所以那个东西 其实坦白说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我今天就是不做 我今天就直接是 我用循序渐进的重量 把自己做到觉得状况好 才真的加重 你会发现热身效果也是有的 所以一个独立的热身 未必是必要的 那至于运动前做伸展 尤其是静态伸展 那其实是 反而有可能有副作用的 你说静态伸展 它其实是个神经抑制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大概 我们要修改的 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过去认为说 凡是肌肉如果拉伤 因为肉软度不足 为什么呢 你就太紧才会拉伤 NO 其实应该反过来这样讲 肌肉拉伤其实是因为 在经过那个动作幅度的时候 你的肌力不足 而不是说你就太紧 太紧不能拉长 所以我把你放松一点 放松的没力的经过 其实更危险 其实是 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 渐进式的动作幅度 渐进式的重量超负荷 去把那个动作幅度的力量 建立起来 你就不会拉伤了 是这样子 或是不要勉强自己 对 或是说假设你现在是 蹲不到标准深度 那你现阶段不要加重量 以持续的越蹲越低 保持中立脊椎越蹲越低 以渐进式动作幅度 为在短期内的训练目标 然后你达标之后 再开始加重量 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那一直去用伸展 尤其是静态伸展 它是个神经抑制的过程 所以它降低了你神经张力 降低肌肉张力之后 你感觉比较松 那实际上你要做重量训练的时候 干嘛 你想要把长力再叫回来 那所以你退两步进一步的感觉 那所以呢 就我们现在反而就是 除非 假设你现在 假设你在练深蹲 就你太紧的是肩膀 可能会考虑说 那你肩膀 松开一下 背杠比较舒服 可能是ok的 但假设你现在要蹲腿 然后就叫你去伸展腿 这其实有一点 拿了这个相反方向的东西 把它放在短时间内做了 那我会觉得说呢 其实活动度归活动度 那静态伸展呢 其实我现在逐渐觉得 静态伸展是一个专项 就是你想要展现很好的柔软度的人 你可能会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已经 我们现在几乎很少会遇到 你不能用重量训练去打开的活动度 就是像我说我现在随时可以劈腿 可是我已经多少年 没有这样静态压腿 很多年了 我已经大概快要20年 没有像这个 这个就是练瑜伽 或是练 这些练武术 早期这样子 就一直每天就把腿这样拉开来压 压好几十分钟这样子 其实我现在 那怎么保持活动度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在重量训练里面 尽量做大动作幅度的 分腿蹲 蹲长一点 蹲深一点 深蹲蹲深一点 这些都可以 那这些保留的那个 里面有活动度 其实在伸展这一体 我们之前在Podcast上面有一整集在聊 我忘了是哪一集 不过我会把它留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回听那一个整集 另外在乳酸堆积这边 怪兽训练电台 老师跟Josh哥有讲一整集 在讲乳酸 对 不要就是乳酸堆积 总是那个话语权 比我们大的人在讲乳酸堆积 我们每次我们都要跟人家一直解释 过不久也会看到 政府机构或是什么 综艺节目最喜欢这样子 对啊 综艺节目到下礼拜 让你都铁腿 我觉得综艺节目就算了 综艺节目就是娱乐嘛 他的触及率太高也是很恐怖的 除非他都没人看 那我没有一定特定 其实我不太看那些东西 我没有看 我们家是没电视 可是国舰署不一样啊 他们大家就是 等一下 这是体育局 对 比如说运发局不要杀错人 他是高总是运发局 可是他有修正 他有回留言 给你一个赞 但是第二个错 乳酸跟蛋白质 第一个乳酸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那个运动后 他都修掉 运动后不进食 运动后不进食 其实我以前 已经忘记他原来写什么了 不过其实坦白说 那个蛋白质补充 有没有特定窗口 这始终是有争议的 也就是说 你 他讲的是运动完不吃 运动完的那一个小时以内补充 当然这个说法是这样的 运动完之后 你的这个肌肉最饿 所以你吃东西容易进入肌肉 然后如果你运动完过很久 你肌肉已经饿过头了 那你吃东西容易变成脂肪 是有这种说法 感觉肌肉是一个熬熬带苦的一个小动物 所以你你练完要马上喝乳琴才有用 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有影射这样子的意思 不过坦白说 我怎么记得就是我后来参考的很多文献 跟资料显示 其实窗口没有差 吃不想吃不要吃 有这么严重 坦白说那个叫做设食窗口 那个window 那个研究之乱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大家下任何结论 那我只能说呢 凡事科学没有结论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有一个model 你要有一个有办法去实证的一个model 就是你可以去测试看看吧 看看你在什么时候做 然后一小段时间之后 因为这不是什么会有严重后果的事情 你可以自我测试一下 对你可以自我测试一下 说你运动后马上吃 跟你运动后想吃才吃 那你看这段时间 你的训练目标有没有达到 或者说你的感觉有没有变好 或者说你身体有没有变好 如果说你还合并一些简单件 就是你要测血糖 你测血压 测心跳 测沉脉这些 那你看看你身体状有没有变好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因为研究实在太乱了 所以要拿那些研究 变成通责去适应每一个人 去应用在每一个人 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那那你就因为一些健美专家 他们一定会有自己 非常严格的宗教仪式 不是他们自己 非常严格的自己的 一个仪式感 就是练完第一时间 那如果说你跟他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错的 那的确是会有人这样主张 那也因为他自己这样子练成 所以在他身上的确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没错的 在他的世界里面 这是千真万确的 只是说这个东西 还没有变成通责 它不像渐进式超负荷一样 就是这么通责通力 但我个人是觉得这种 比如说你练完 就是一个小时之内 赶快喝乳清吃打地瓜 弄成一杯清淡 滚下去 整个便当打成池喝掉 对 这样子的bro science 我觉得无害 我觉得无害 我都认为无害 但是 但如果你过度解释成说 你如果不这么做 你就不会怎么样 这样的太好 对 的确其实我觉得 刚刚就讲了 这东西其实它的危害并不大了 你可以去试试看 确实啦 它没有那种 所以现在讲说 你这个 如果深蹲膝盖就坏掉 我硬举背就会坏掉 这种的话就比较可怕了 这几年 近几年来 比较少听到 真的一开始2016年 2015年的时候 深蹲膝盖会坏那种 那个当然有嘛 也有那个啊 你运动完一个小时之内 是你黄金什么修复 一定要喝什么 然后比较少 那个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些品牌 他会这样子讲 对 现在他也知道 不能这样讲 不一定啊 有时候是在过几年 会绕回来 等他 我这种东西一直这样 这个就是Dan John讲的 What's old is new now 这会绕回来喔 这一直都在绕 好害怕喔 你说 不是因为以前 我刚刚刚突然合理事的时候 大家会讲说打减痛 会腰酸背痛 可是现在大家就已经知道 哦 这是因为怀孕脊压力大 然后又要抱小孩 所以会 所以要运动 那这应该不会回头吧 这个应该 OK 我举个简单例子喔 那个 像那个 抗力球 那个大球 抗力球 就是那个瑜伽球 Swissball 对 那个大圆球 那个 你们知道他第一次大流行 是什么时候吗 我不知道 是60年代 真的喔 对 1960年代 对啦 上次那个律动机也是 其实那个都是 银票细血机 What's always new now 就是旧了变新的 其实这一直都在出现 产品可能比较容易喔 因为他把它弄一种新的 又什么包一个太空人 对 其实那个Dan John讲了一个 70年代出版的一个 角力体能训练书 那他说呢 那本书是 Dan John在不同 很多地方都讲过这件事情 他说那 70年代出版 那本就是角力选手在练重量的书 你现在想到的东西 他那里面早就都有了 所以呢 没有人发明过任何新的东西 确实 他就是在一段时间后失传了 然后他又被发掘这样 就像握把墩 是Headfield 早年 这几十年前就在做的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 很多人连看都没看过 那所以这个就是 邦帕在90年代出的教科书里面 早就有握把墩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握把墩拿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说 这什么东西 我这样子 其实没有 你的祖父 这一杯就已经玩过了 接下来这一梯 是吴医师观察到的 其实最近 其实那个网红包庇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健身网红 那是外国人 还是台湾人 我们要先跟观众讲一下 听众讲一下那个新闻 好像是一天练 什么练到没睡觉 健身中毒还是什么的 网红肌肉猛然 心脏衰竭暴毙 天天锻炼只睡三小时 我一看到这个标题 我就觉得 天天锻炼 你怎么只睡三小时 对啊 你怎么可能只睡三小时 除非他有睡眠失调 就睡超久的 所以过度训练 如果造成那个 交感神经的话 那他会就是睡不着的 他是没办法睡的 过度训练的状 所以他已经过度训练了 然后他又没睡觉 恶性循环了 确实有可能 对 除非他开始减量训练 他改变成恢复型的训练法 那答案一定是不要 你打电动 你可以睡眠失调 对 或者是你可以追剧 最睡眠失调 搞不好 追剧最睡眠失调的人 一定比健身还多 打麻将的应该比健身多 对 你打麻将了 就得用睡眠时间打 对 我刚刚才看到 这个分享的文章 最后的一段 嗯 这个他写说 真正的长寿 并不需要超过一个小时的聚练运动 对 我就是看到这句不爽 好好睡觉跟吃健康食品 减少久坐久站 保持活动 避免积少症足矣 他这个很厉害 十句话有九句都对的 然后其中有一句是错的 就是不能运动超过一小时 其实我觉得他基本上 十句都是对的你知道吗 因为呢 运动不能超过一小时 这个东西在很多的 我相信他找到paper佐证 那不过呢 重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个运动的剂量 还以总时间来看 表示说呢 他在对于运动研究 停在公共卫生的层次 也就是说运动处方内容是 不重要的 那你问说我吃药 我每天花两分钟吃药的人 跟每天花20分钟吃药的人 我发现20分钟吃药的人 身体比较不好 那光吃药就要吃掉20分钟 那你说可以这样算吗 因为吃药一定是看那个药的剂量 和那个药的种类 而不是看你服用的时间 重量训练可以非常短 但强度非常高 而他在剂量上面就变成非常少 但是呢 这个长距离代理训练呢 他可以用非常低的强度 延长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你会知道说 用时间来当成运动的量化单位 所以是不精确的 是非常非常不精确的 但这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会有的 就是在公共卫生里面 他那个运动量 是用问卷问出来的 才会有这种情形 就是问卷说 你一个礼拜运动几小时 那你自己勾一勾 这样子 那这个绝对问得出来 因为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 他为了要做大量 因为在统计上 你要跑一个model 他可能需要数十万人 那他不可能去追踪 每个人的运动方式 而且那里面的运动处方 又太不一致了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做实验 这怎么办呢 就是要退位层 把它量化 变成时间 但量化变成时间的话 第一个 有氧跟无氧就变成一样的 重量跟耐力就变成一样的 伸展也会变成一种运动 甚至有些人会把gardening 或者是grocery shopping 这种日常生活的活动 全部变成运动 那其实基本上 我说这种研究 就跟BMI的研究一样 他只给了一个大方向 而给大方向之后 应该是顺着方向 做更精细的探究 但很多人把这个大方向 直接当成个案应用的原则 而这是问题 那我觉得可能 他应该要去访问一些 有个人运动的日常 而不是找一些极端的案例 就他应该要纳入直化研究 不是找一些特殊案例 然后来那边列奇 整个研究的光谱 从直化研究到量化研究 其实都需要去提供一些佐尊 因为我们是在用有些人力 去探究这种无穷的 无穷变化的自然环境 那你要在里面找出一些通则 不能够 比如说通则还没拿到就下定论 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就我看到一个案例 就在那边过度解读 他写文章功利就比郭建树好 就是他知道怎么抓住人型 就是他用正确的去铺盖他的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其实是不介意比如说 你要卖什么蛋白粉 你要卖什么益生剧 你要卖什么隐私法 你要卖什么书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都没差 因为这些东西如果用对的都是好的 本来就是 是什么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反过来 你只跟他说 有一个研究 你只要一天走40分钟 不要剧烈运动 不要久做 你就可以比对照组久做的人 还要长寿1.8年 还有比那个运动到死掉的那个也好 而且我觉得剧烈运动这个词就很奇怪 就很讨厌这个词 他其实那个剧烈运动 他其实很多人得到的印象是过渡训练 那事实上的Vigorous Exercise 其实是好的 但是那个Overtraining是坏的 但在中文里面 他把他滚 我懂了 原来是中翻译的问题 没错 了解了解 你这个不就很好笑吗 你就是说 你把剧烈运动把它归类成 对 你拿那个极端值 对 我觉得他干嘛站成这样 你干嘛要用 你就定义上什么叫做剧烈运动 他的观点就是说 你肌少症 只要吃他的蛋白粉 就会长肌肉 不需要运动 他其实他的 他其实他很知道自己 他跟郭彦祖不同 是郭彦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其实 他其实很 他其实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他就是 他有他的核心价值 但他就以这个去包装 他所有的文章 希望大家就是 不管你今天是要减肥 还是你要增肌 都来吃我蛋白粉就好了 所以他以这个为 所以他还是比较聪明 所以我也是商人 对不对 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所以国际署就是因为没有钥匙 我理解 原来是这样 OK啦 所以我觉得不用 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去理解 这个人背后这个动机 是什么 我想其实那个 鼓励摄取蛋白质 其实 目前其实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其实 那是说呢 他不表示说 你其他的行为 不能做相关的配合 他不对 他不能别的蛋白质不行 要买他的蛋白粉 别的蛋白粉是不行的 蛋白粉这么多牌子 好焦虑 他的有不同啊 他的不同 不过这个也是 其实是某一种很特别的行销的口气 就是你要做一个 我觉得他有念行销心理学 这个我不确定 他有应该是有 我不确定他 我个人啊 因为我个人的 就是我们在推广运动的这条路上啊 其实你会知道我们其实是 原来你什么都想要 我都想要啊 我又没有说 你跳舞或是什么 你就怎样 没有啊 其实都可以啊 只是你可能会需要 有一个好的基地基础去做 我没有去第四啊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 因为国线署不知道他要什么 要先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好可怜喔 你看如果他要用这种 比较激起争端引战的方式来 凝聚所谓的触及率 因为演算法不帮他嘛 那他只好这么做的话 然后他就要发现 这样效果不错耶 那我再靠北一下剧烈运动 我跟你讲不要剧烈运动啦 你这样子 对啊 我跟你讲 我查到一篇journal British Journal这样讲 You follow my guideline 然后这个 他讲的这个journal也没错啊 对照组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静态生活者嘛 他有久做的 有活动的 就延长1.8年 Butter 这一群人都是衰弱的老人啊 你的分母分子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 你的那个population 到底是设定在哪个族群 对啊 你你总不可能去找到一堆 我们讲的就是全部都是 Mark Felix 就是全部都是British Strongman 来做这样子 不可能嘛 所以你一定是一群老人 在那边 就是老人谁比较好 而且他文章的 他文章激少症 我觉得很多人都曲解 激少症的意义耶 对 所以老师是不是应该 再帮我们讲一下 什么是激少症 激少症 但是这个定义 其实蛮乱的 但是 有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看 就是它注意影响你的生活 那有的是从 肌肉量那边的标准呢 坦白说 我要查一下 他现在有没有定论了 因为他之前是没有太多的定论 有什么用小腿尾 小腿尾 然后走路的速度 对对对 用步行的速度 或者是有的是用 全身的那个身体组成分析 那坦白说 现在没有很清楚的指标 我觉得功能性的指标 可能是比较有用的 功能性 对就是像走路速度这种 对 或者说像坐姿站起 像这以前那个 早期有一些 一些基本的指标 像坐姿站起的那个 反复次数的速度 还有那个绕路行走 然后还有可以把 多少重量高举过头 这样子 这些都是在判断 那我想从这个角度 比较容易下手 就是 技巧症这个东西 其实 简单来讲 你没力的时候 你自己会知道 真的 就像你说 你如果是力量很低 那然后你在那边争论说 我还没有到达 技巧症的标准 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就赶快处理了 对真的 其实在退港这个路上 我相信 误误是你的患者 一定有年轻的女生到 更年轻的女性到 都有嘛 你的光谱范围是蛮广的 那接下来 比如说你的患者 或是你现在 正在推动这些运动啊 其实 你不太可能 只教他们 吃吃蛋白质吧 不太可能 只教他们 走走路吧 你应该 比如说 从你这边给的胃胶 应该还是希望 他们能够碰到 至少肌力训练 或者是训练本人吧 这个应该是 你现在的一个 因为还是会先说 看他们喜欢什么运动 然后见缝插针 让他们慢慢可以 比如说跑步 那我可能就 就会提醒他说 那你上肢的训练 可能是不足的 因为你不能一开始 先否定他喜欢的东西 然后慢慢的去引导嘛 那吃蛋白 我觉得 还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啊 那蛋白粉就是补助嘛 比如说运动完 我就现在懒得做 或是什么的 那就是泡个蛋白粉是可以 那我是觉得 不要花太多的心力 去研究到底哪个品牌 就方便了就好了 对我来说是这样 或者是鸡蛋也不错啦 其实 其实我们先不管人 不管行销的手法 相对的对面 其实是一个减肥呢 其实就是一个减肥呢 他也是包减肥啊 一个big marketing 就是减肥嘛 对 那记不记得我们常讲 其实你不是脂肪太多 你是肌肉太少 对 所以我们 我们其实没有要 占减肥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要讨论的是 你肌肉量肌少症 没有力气 然后你真的能够抗衰老 你真的 真的没有碰触到压力抑制 你就在那边解释成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 其实没那么容易啦 不是基本上 因为是这样商业行销 它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它驱动了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说 在没有商业诱因的环境里面 会制造出怎样的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这种论述出现 但是呢 那在商业这边 其实也是一刀两面 因为呢 我们可以借助 像这个运动商业化 那所以呢 运动发展的 史上未见的程度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是说 当这个市场价值 就是当商业利益 去干扰了一些 正确观念的时候 我们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说其实呢 要知道说 健身相关业者 你的长期利益 其实是来自于训练成效 你的长期利益 就是说 这些人真的变成强壮 他真的抵抗衰老 然后整个变成强壮民族 然后真的变成有效 这叫长期远程的利益 但短期的利益就是呢 你在这个行销上面 先生夺人 然后获得了一时风潮 然后产品大卖 但是随即呢 大家又发现说 这其实也不太有效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就数字高割了 那其实呢 健身产业 其实大起大落很多次 都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大家追求 那个瞬间的获利 但是没有放准 那个远程利益 事实上健身产业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人健康 让人强壮 而这个定义 其实很清楚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寿命太长 但是呢 身体能力太差 所以你没有足够的身体资本 去活完幸福的一辈子 你后面都过了 很不幸福的很多年 那所以呢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呢 其实运动训练 就是让人带来 就是可以终身可用的身体能力 所以如果对准了这一点的话 其实你怎样行销 我都觉得不为过 但是这个是远程利益 远程利益就是说 将来这个健身工作室 可能跟家庭医师一样 他在服务的各个角落 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有 因为只要有人 就会需要抗衰弱 所以有人就需要 训练的场所和师资 你对准了这个方向 来发展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行销的问题 但如果说你只要想要说 我今年获利要达几百万 或者说说不定 他们真的是天文数字 我无法想象 然后呢 我用一个行销方式 诋毁其他不同阵营 然后把流量导向自己这边 然后把产品大卖 至于这些人最后有没有变强壮 我不太care 就其实 我说回到这里 我就讲一点自己的事情 就说 怪兽训练为什么 我们在筛选学员 那有些人来这边 做了很多东西 对我们一些要求 我说我们觉得 这里不适合你 所以我们是出了名的 会拒绝客户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 不是你把钱交进来 我们看到的是 我有没有办法把你练起来 如果发现了我 我跟你真的很难配合 你的期望真的很奇怪 或者是说我不觉得你有办法 没有你有那个心性 长期坚持下去的话 我不要收你这个钱 我不要开始 那当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 说大家看到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迈向的远程利益 就是肌力及体能 体能教练这个行业 真的存在社会上长长久久 我们知道说 一个幸福的社会 人人都需要健康到老 而你需要的是这一种教练 而不是某种产品 而不是某种时尚 不是某种线条 不是某种身材 你需要的是 每个人身材本来就不一样 你希望你可以好好的 开开心心的活到老 抵抗疾病这件事情 其实医院已经在做了 但是身体功能这件事情 是没有人在做的 所以大家就汇聚力量 去做这件事情 短程利益永远很诱人 我们也经常会觉得说 这实在太诱人了 我们要不要放弃初衷 来赚一笔 但是后来都忍下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直到强壮老人满街跑那天之前 我们都只有这个目标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自己要什么 真的 真的是很抽象 可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赶快 赶快想一下 要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刚刚何老师讲的 医疗单位已经在救人 无无医师已经在忙着救人了 没错 也没有了没有那么伟大 应该是说大家都忙 他忙着制造人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也是人口什么 逆成长 对 多多鼓励大家多生 所以就是要变成 以后你65岁别想退休 要继续要劳动参与 就是我们已经不能退休了 到我们这一辈已经不行了 因为我们这一辈的子女数量 其实已经整个逆转了 你没有想要退休啊 对对对没错 往好处想是不想退休 往坏处想是不能退休 最后特别感谢吴医师 比如说他在医疗 从业在那边观察到的 然后他觉得其实 我光是给你开药物 其实真的是也不够啦 所以就像我们 一起合作的各个医师 比如说我前几天 遇到的陈志豪医师 胸腔外壳 白天手术房 晚上健身房 手臂比人大腿粗的那位 然后骨科医师代夫训练 吴医师 怪力 中医 跟所有这些好朋友们 他即便在医疗当面观察 他觉得那样也不够 所以训练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我也想要对 之前 因为我们的 我后来观察到 有一些听众是 后来回听我们这些单机啦 那也许未来 在某一个时间点 你听到这一集 然后你刚好又在之前结帐过 逼去律动振动机 这种震动机的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相信 你那东西不知道到货了没 不知道 现在没有人讨论了啦 就是有点 就走一个下坡 结帐下坡了啦 可是大家用了以后 应该会回馈它的效果才对啊 对啊 都网络上一篇讨论都没有 因为不会有讨论啊 这个就是结帐之后 在电子业会看到的结果 OK 就是没有在讨论了 就你想想看啊 你现在有在讨论iPhone X的一个特异功能吗 好像没有了 这个就是消费心理的产率 它会有的那个 谁在短时间之内得到最大的 他没有常委 但是iPhone就会好几代啊 像这个就没有了 他就没了 就零了 他就要换一个名字 他就是赚一波啦 坦白讲 然后你可以从它的不延续来看出来 这个东西一定会是 所谓的不延续就是 他不会二代三代五代六代十代 然后越来越强 而且他是用木质的形式嘛 我要讲的是 就是即便我们未来听众 你在首领这一集 你即便有买这种振动产品 或者是你有用过什么电链的产品 你可能已经知道 那个东西好或不好 那由你来决定 对 我们是给一个参考 至于说 我们是不是用这样子的行动方法 来对着他打 打到 我觉得没差啦 他有他厉害的地方 我们有不足的地方嘛 那我们想要厉害 我们需要自己精进的地方 就是告诉你 我们这边有成功的强壮老人 我们这边有很厉害的强壮民族 对 我们有很好的训练的方法 让你真的变强壮 嗯 对 只是吃个蛋白粉 吃个什么东西 就可以怎么样 那其实相对来讲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也就是那两瓶宝特瓶 你可以先省下来 买两瓶 是没有什么太大用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可以拿来配高蛋白 对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讲的那些很特殊的 特殊事件的新闻 那大家也不用扩度戒毒啦 什么健身暴毙啊 或者是健身房子 前一阵不是才看到那个 墨西哥半头 有没有 哦那个 对啊就是那当然就是 就是在不对的情况下 做了不对的事情的 发生一些意外 那如果把意外事件 无限放大的话 嗯 那就有施工允啊 是啊是啊 对确实就像路跑 比如说七八个欧卡 我们也不能把那些东西来放大成说路跑就是错的 对没错没错 对这个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去对齐这个频率 这个科学的世界有一个科学的频率存在 那当然怪力乱神这个就OK 我们先不讨论 对 那至于最后 你能够在什么样子的information底下 得到什么样子好的结果 我们 建议你回听我们所有的podcast 还有接下来我们陆陆续续千千百百集的podcast 我们继续聊下去 今天时间差不多 因为等一下乌医师要去看针对不对 不是等一下去练 你要去练 对 没错 可悟有一些你刚刚已经有流 气到流汗了 不用热身了 热身了 动态伸展 OK 今天很开心 感谢两位 那我们下一次的乌和秋系列 肯定又是发生什么事情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 我们就照约 我们下次可以不要那么愤怒路易吉 有愤怒吗 其实还好啦 其实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啦 对啊我们 我们就是在收听的国剑署小编 不要气馁 对我们会继续的监督你的老板 好不好 你的老板 对你可能就是 没关系 你不删文也没差 对 不留意也没差 不回文也没差 真的 总是要吃饭嘛 生活还是要过嘛 大家慢慢努力 对啊你成为某一个箭的箭靶 有时候就是这样嘛 对不要想太多 我们三个转过来 背后都是箭 对没关系 过来人告诉你 今天很开心 感谢两位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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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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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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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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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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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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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